我們就把下面的時間 稍給呈存到 今天的題目是 你叫什麼名字 我是教會的弟兄姊妹 拍拍平台 可能會聽到我的聲音 蠻有磁性的 我有感冒 我其實以前很少會感冒的人 但是從我的小孩 開始去daycare了 他一感冒 我有感冒 所以最近他感冒 我也給你感冒 求助煙韻 今天的信息能夠強強出來 不受熱烈的阻礙 我們一起來做個禱告 阿姆主 我們的禁拜 在今天的禁拜 就是我們對你的司法 你讓我們師父 終於我們對你的禁拜今天 主啊 我們的禁拜讚美 真的顧念我們 同為陳主 我們本質軟弱 真的是不能夠做什麼 但是主 就是在你的軟弱當中 才顯得出你的鋼牆 所以我更需要 花藥我自己的軟弱 求主在今天當中 啊 我自己來穿醬 你的釋放你的花油 讓你的花油 不受任何的阻礙 讓每一位女兄姐妹 都能夠解釋 從那邊 得到我們他們所需要的營養 那請就把我 公主也接入去 啊 你叫什麼 這是一個非常 普遍的問題對不對 常常見到這個問題 那這也是 我想你們都會回答這個問題嘛 對不對 但這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因為一個人的名字呢 是在聊你自己 是你的identity 所以 我們的名字呢 對我們是非常 有密切的關係 非常重要的 所以當我們在介紹一個人 或者自我介紹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呢 會提到 名字 你可能不會提到 你是在哪邊工作 你可能還不會提到你在 啊 你開什麼車 住在什麼地方 但是你一定就會提到你的名字 而且 特別奇怪 你聽到你這個名字的時候 非常敏感 對不對 可能這個地方很吵 大家講話 但是你聽到你的名字的時候 你非常敏感 就因為 你這個名字 代表你 而且不只是這樣 不只是在你在這個世界的時候 你的名字 代表你 啊 中國 我有句話說 無死流貧 人死良 流女 所以 就算你已經離開這個世界了 你的名字還繼續留下來 名字非常重要 啊 這個我很早就發現了 當我開始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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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幕會的時候 你就發覺 你記住一個人的名字 非常重要 啊 啊 當一個新人來 或是一個一中間店 很久沒有來的時候 你馬上可以叫出他的名字 你會發覺那個人 他覺得好像你有注意到他 你有關心到他 他會覺得就是說 誒 真的這邊的人 好像跟我的距離有拉近 但是相反的喔 如果有一個人已經來這裡很多次了 你每次都問你說 誒 你叫什麼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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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很難你感到 跟說好像 你們永遠是隔著這樣的距離 好像你沒有辦法證明說 其實他們很溫馨 可是你連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就很難 對不對 所以 名字很重要 那我們華人特別清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 在為小孩子命名的時候 都花很多的精神去思考 要好聽 要有意義對不對 那其實 猶太人 聖地裡的猶太人 其實他們跟我們華人很像 很多方面他們很像 在命名上面也是一樣 他們非常注重命名 每一個名字不是只是一個稱呼而已 比如說我們在美國的話 他們叫Job Bill 好像只是一個稱呼而已 很少你真的知道這個名字的 後面有什麼意義 或是有什麼樣子的一個 原因 但是以色列人 他們不一樣 他們每一個人的名字後面呢 其實都有一個意義 有時候是代表這個人 他的使命 有時候代表這個人 他的怎麼樣 就是人生 我覺得很簡單的例子 耶穌 他的名字代表什麼 他有意義的 耶穌 他的名字 如果說他的意義就是 你 Miller 他一定要把他拯救 當天使跟這個 約瑟跟他這樣做 你要怎麼給這個名字 還取名叫 YESU 因為他要怎麼樣 將那個百姓 拯救出來 每个名字都有一个意义在里面 那今天呢 我们会提到一个人 他叫雅各 雅各这个人呢 他的名字也是有意义的 他的名字一直就是雅爪 还有很多人知道 因为他跟他的双胞胎哥哥 以上要出来的时候呢 他抓住他的脚跟 所以他就取得叫爪 因为他从小他就怎么样 他想要抓 就想先出来 先不要让你 先把你抓下来 不要先出来这样 所以他名字就是抓 但是他的这个名字 真的是反映到他这个人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神要将雅各改名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 就是神将雅各改名字 那所以我们很快的来念 所以这一个段经文 他记得在《创世纪》三十二文章 从二十二节开始 我来念好 就专心的听 雅各那一夜起来 带着他的两个妻子 两个悲女和十一个孩子 都过了雅各渡口 他带着他们先打发他们过河 然后又打发他所有人都过去 只留下雅各一生 有一个人把他与他摔脚 直到天快亮的时候 那人见自己不能胜过他 就在他的大腿窩上挡了一下 于是雅各与那人摔脚的时候 大腿窩就拖了解 那人说天快亮让我走吧 雅各说 如果你不给我祝福 我就会让你走 那人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他回答雅各 那人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 要叫以色列 因为你与神与人交易都得胜 雅各问他 说请把你的名告诉我 那人回答 为什么问我的名呢 他就在那里给雅各祝福 于是雅各与那地方起名叫 毕如伊勒 意思是我面对面看见了神 我的生命仍得保全 雅各经过毕如伊勒的时候 太阳刚刚出来 照在他的身上 他因为大腿的伤 脱脚行走 因此以色列人知道 现在就会是大腿窩上的筋 因为那人在雅各大腿窩上的筋 大灰下 所以当我们 我们很快放在那经文读过去之后 你可能马上会有这个疑问 一个疑问就是说 诶 这边一直讲雅各的那人 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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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谁呀 在跟他摔降 那个人到底是谁 身上并没有一名将 那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人 绝对不是反日人 不是普通人 因为他轻心摸雅各的大腿 摸一下之后 他就有确决了 所以如果你去看你的圣经 不管是神核的本 或是心意本 他都有一个标题 他标题会说 核的本跟心意本会说 雅各与怎么样 天使摔降 但是呢 如果去看所有英文的圣经 大概就是我们比较 在通用的圣经 英文圣经 不管是ESD NIV 或是NLT 这些所有的英文圣经 都是说雅各与上帝 摔降 所以到底雅各是跟谁摔降 是跟天使 还是跟上帝摔降 这是我第一个要回答问题 那 在讲到之前 我先解释一下 我们圣经上的标题 其实不是 不是原来的圣经里面的 原来他们并没有这个标题 这是后面的人 尤其是翻译的人 他加上去为了帮助我们理解 是够我们参考的 所以标题不是圣经 所以标题是仅够参考 所以这边 有的标题是写天使 标题是上帝 我个人觉得是上帝 为什么这个原因呢 因为他这边讲得很清楚 那个人 当阿彪雅各摔完脚子后 他自己说 你的名要再叫雅各 要叫比斯列 因为你与神 那个人称自己为神 你与神叫一宗得胜 所以那个人称我自己的神 就是天使法 我讲他不敢称是神 然后雅各的回答也是一样 大家读到 雅各就说 我面对面看见了神 我的生命仍得保全 所以如果从经文来看的话 这个应该是上帝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我会说的是 这个人可以将雅各感应 他把雅各感应成 怎样 设业 我们知道 你能够命名一个人 一个是一个全民的代理 对不对 所以我们通常 要命名是谁的命名 命名 小孩子命名 父母 或是祖父母 对不对 你不会随便 医生 接生的医生 我要叫他什么名字 因为你有这个全民 对不对 今天牧师也没有这个全民 今天我说 某某人 你的名字不好 我会帮你改名 你会说 你算老挤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全民 改你的名字 要改你的名字 必须他有全民在你的身上 所以我们看到 父母在命名 在修计里面 还有什么 国王的命名 会帮你改名 如果我们读一双设计的话 约瑟被法老王改名 然后戴英尼跟他三个朋友 当他们被从耶路撒尔 辱到巴比伦的时候 巴比伦王 巴比伦改名 因为这个国王 他有全民在他们身上 所以他很利益 同样在圣经里面 你可以看到 只有上帝在改名 有几个人被上帝改名 你们记得吗 很清楚的 一个是拉伯拉安 给他来改改 对不对 他们被改名 还有谁被改名的 新的里面有 有人被改名 明的 阿西文 他被改名 你自己看 因为只有没有记在 任何天使 帮你们改名的 因为西伯拉书一章十四节 讲得很清楚 天使则是服役的力 他自己服役的力 他是蛮有能力 但是他没有全民 他是来服侍的 所以他并没有 在我们上面的全民 所以我们不该去敬拜了天使 所以在这边 他改名 表示他怎么样 我就觉得他就是天使 但是这个又出现一个问题了 那既然是上帝怎么会跟 跟雅各 竟然斗不赢 因为他们讲到什么 你与神教律都得了神 雅各都得了神 为什么呢 然后他的改名 改名以色列 因为以色列的名字就是说 你与神教律都得了神 难道神真的 会打出雅各吗 这是我们等一下回答第二个问题 但是更重要的问题 我想今天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 雅各的改名成立 跟你我有什么关系 这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思考这些未必 在讲到这些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看创始第32章的一些背景 我们刚才听到雅各 跟他的全家在他所有的人丁 他们来到雅各渡口 那雅各渡口呢 是在约旦口的东南 他已经说在谈过渡口呢 他过了这个渡口之后呢 他就是对面就是迦南地 就是神应许他的这个迦南地 但是他在要进入应许一支地之前呢 他在他的人生当中 遇到一个最大的迦南地 如果我们去念三十二章十一节的话 你可以听到他看到雅各渡口 他非常担心他们全家生命的安全 因为他担心他的哥哥伊萨会来杀他 但是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一点很快简单 因为雅各当初跟他哥哥 住在迦南地的时候 因为他怎么样 他用诡计夺了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 然后最后呢 又骗了他爸爸 他爸爸等到了他长子的祝福 虽然这个非常生气 他就死了 你放过他要怎么样 说好 我爸爸死了之后 你就知道 所以怎么样 他妈妈叫他赶快跑 雅各生一整个原因 逃离迦南地 逃到他的舅舅囊圆 再拉他囊圆圆 然后娶了他的两个太太 拉起了密养 但是呢 他在这边经过二十年之后呢 他又跟他的舅舅 又出问题了 所以他怎么样 又要偷偷跑走 他知道跑走之前呢 他想不到要去哪里 当然他想的是 我要回到我的家乡 一方面他大概进展 一方面 他知道那是怎么样 神应许他们家族的一个一块地 所以他就往迦南地回去 可是回到家庭地之前呢 他有一件事情 要解决的 就是他跟他哥哥的关系 他跟他哥哥有关系 所以他要进加南地之前呢 他就先派了死者 去跟他哥哥打个罩位 说我回来了 我们兄弟要重逢了 我们兄弟要重逢了 他可能想说 这里已经经过二十年了 这个哥哥的气也大概消了一半吧 但是没想到他送去的死者 回来带着他的讯息是 你哥哥带了四百个人要来见 如果你是打药你会怎么想 你当然就会想说他带四百个人要红红烈烈的来欢迎 对不对 因为通常欢迎不需要带四百个人来嘛 你是要来打仗的嘛 所以他非常的害怕 因为他也知道亏欠他哥哥 所以他同样的他都想到我做的亏心事 当然哥哥这次来 他是要找我怎么样 算你救账 所以他非常的安 烦恼 非常的怎么样 忧虑 不晓得要不要该渡过去 这个渡口 到达了江南地 但是呢他怎么样 他又一方面他进江南地 他哥哥那边在那边带四百个人要过来 但是一方面他也没有破路 他也没办法叫回去了 他也不会他已经跟他救了的关系 搞坏了 他也没有办法怎么样 转头回去 再去回去他救救那边 所以亚恶在这边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刻 他进退两难 他是进退两难的时候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 他该怎么办 如果你要解亚恶的话 他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 他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他是非常刷手段的一个人 所以他马上你想想看 这个人当他碰到这样的情况之后 他马上开始想 带着迷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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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怎么样 他就有一个计划 他的计划怎么样 哎呀 这个哥哥要来杀我 我先叫我的 所有的财产 我的人丁分成两对 所以哥哥出来的话 顶多他找到 怎么样 他不会全军覆没 顶多一半的怎么样 被他拿走 千万另外一半的不可以回来跑走 很聪明的一个人 买保险 是不是 不会满上 全部都没有 但是这个人呢 也蛮特别的 他还知道祷告 他不只自己计划完之后 他 祈求上帝来说 离他写进 如果我们看 他在九节 在这档九节到十二节 变得祷告的话 哇 那是一个很好的祷告 他跟神在这边求 他怎么说呢 我看他怎么跟神在这边求呢 他在这边讲 说 他第一个人提到神的义举 神的义举 耶和华 我准养不乱的神 我父我养 你杀的神啊 是你叫我回来的哦 哈哈哈哈 他先提醒神 所以你叫我回来的哦 所以怎么样 回到你的故乡 到我清除那里去 我必后待你 他第一个提到神的义举 神的怎么样 命令 然后怎么样 祂会怎么样 祂会在那边 哦 赞美神的慈爱 我像你 你像你读人说 神的借慈爱 他能赞美神的慈爱 他在那边 千费下来 过失败不配 然后他就感谢 从前的脖子 拿到我的手杖 我等于同手 离开我的家乡 但是我今天回来之后 有这么多的财产 他感谢神 他把这个 荣耀这个位给神 但是 然后祈求神 求你救我 脱离我哥哥 尼撒的手 因为我不怕他 来击杀我 不止是我 他已经跟一起 不一样单身了 他还有他的妻子 而已 他担心成家 生命安全 最后呢 他有跟神 提醒 神啊 你的命运 你有说过 你要后代我 是我的后裔 像海边的沙一样 多道不可粗算 真的是一个 很好的祷告 等他打完一道之后 他有安心吗 他有交托吗 如果你继续不教训 他虽然有这么好的一个祷告 他没有交托出去 他依然而想 我该怎么处理 他想到一个办法就是说 那我就送礼物去给我真的吧 希望借着这些礼物呢 能够让我的哥哥 怎么样 跟我和解 他在晚上 准备了一大笔的礼物 非常多 如果你数的话 有时候五百六十只的牲畜 有羊 有牛 有骆驼 有鱼子 五百六十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树木 而且在这边你可以看到 牙都是一个非常充裕的人 非常懂得人的虚拟的人 他有五百六十是一次送出去 他是分批 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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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分了七批 送给他的哥哥 因为他受到你的心理 我如果一次全会的大套送给你的话 你觉得不错 可能不错不错 可是如果我是这样一批 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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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 哇 你会真的觉得 这真的是怎么样 哇 好大的礼物 不信你去买东西 试试看 如果今天去买东西 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 电影就是这样 打我着 你会觉得 哎 不错 还不错 可是如果你今天去买东西的话 业余先生会讲说 诶 这个打八承 今天打八批 但是如果你现在买八批 会有多打一批 那如果今天呢 你会装年轻 你会多打一批 那最后呢 诶 我们投一下 再多打一批 打扯就打扯 再打扯再打扯 最后其实一样有折扣 但是你心里会觉得怎么样 哇 捡到便宜货啦 是不是 雅各是非常清楚人的心理的 他把他为了一批 他为了一批 一批一批 他有一个非常忠详的计划 来怎样 来对付他面前的问题 但是他这么多忠详的计划 他这么好的安排 这么好的祷告 他依然没有把握 他心中依然非常不安 怎么样 他当天晚上 座五 刚才一批二十二节 他晚上睡不着 叫我爬起来 他还是没有把他安心 所以他先将他的妻子而灵切 送过了这个肚子 过后去了 他自己留在后面 我不晓得他为什么留在后面 他本来在谈算该怎么办 他怎么还在那边 祷告 在这个时候 你可以想想到 雅各 他刚刚人生的一个尽头了 他完全没有把握 他该做的计划都做了 他该想的都想 但是他不晓得到底能不能重够 他非常害怕 在以前两个这个人用他所有的寂寞 他都可以拿到他想要的 他哥哥的长子名分 他哥哥的祝福 他有时候他舅舅家 小的牛羊都被他买到的 他都有办法夺到 他的人生好像是靠他的这个怎么样 小聪明 一直在怎么样 赢啊 一直在抓啊 但是他到他这个时候 他该停 他不晓得他该怎么办 好像他以前这所有的当一切 可能马上全部都要失去了 更重要的是他的生命 他的额领 妻子的生命 可能 都很不见了 他完全没有把握 雅各 碰到这样的情况 在某一方面来说 是他救了自己 是他自己掌握的 他以前这样骗人家 对人家强 但是另一方面呢 这却是上帝的计划 上帝要让这个危机 我们称作来做一个转机 上帝要建立这个危机 来改变雅各这个人 让雅各从他一个非常自我中心 凡是依靠他自己 他想要用他自己的聪明 用他自己的磨绿 用他自己怎样 政治 抢 夺 骗 的这样的生活方式 来改变他 神要改变他 成为一个 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 为什么神要需要这样改变他 因为神的应局要给雅各 很多的应局 但是你要在得到这些应局之前 你要自己先被改变 你要自己先被改变 其实上帝很早就已经应局雅各 这些都是要给他的 在他身上还没有出生之前 神已经说怎么样 将来大地要服侍小的 其实这些应局都已经是要给雅各 但是雅各就是希望用他自己的方法 来得到这些应局 但是我完全没有想到 当他用到自己的这些方法的时候 他反而怎样成为他得到这些应许的阻碍 所以神在他能够得到这些应许之前 神要先他做个改变 你要做个改变 弟兄姐妹 我们基督主有一个是一样 圣经上说 在耶稣基督主有一个应许和YES AND AMEN 真的真的有许多应许要给我们反正信靠主的人 但是有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 你没有办法好像辅到这些应许 你要思考一下 是不是你要愿意被神改变 当你愿意被神改变的时候 当你成为新造的人之后 你实在是才能够承受这些应许 所以上帝让雅各遇到这个危机 就是让他怎么样 在那个地方发觉他已经走投无路了 在那边发现他没有办法才依靠自己的 在那边尽对不得 在那边他的尽头成为什么样 神的开始 成为神的开始 当他在这个时候神出现了 神出现来与他摔脚 而且这个摔脚是整个晚上的摔脚 基督姐妹你会觉得非常的 好奇 为什么神要跟他摔脚整夜啊 如果神真的是要打赢他的话 其实一开始摔脚之后 他就摸到大腿骨 雅各就输了 不是吗 为什么他要等到 跟他摔脚整个晚上之后 神才去摸到大腿骨 雅各才怎样 软弱下来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神是在失业雅各 神在失业你到底需要上帝 两个人一直抓住上帝 不要走 我要你的祝福 你到底有多需要啊 还是你觉得有上帝也好 没上帝也好 反正如果没的话 我还是可以靠我自己 不是吗 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 也不是这样子吗 我们祷告 如果神没有马上回应的话 没有关系 我还是可以靠我自己办法来解决 很多时候 我们是不是真的有 好像完全的依赖 没有神 你帮忙的话 没有神里同在的话 我没有办法自己做下去 神就让他整晚这个摔脚当中 让他了解到 上帝是他唯一的依靠 让他可以到 没有上帝他不行 让他可以到 他不愿意放手 他一定要领受上帝的祝福 亚客在那里一个晚上 他真实的遇见上帝 但是他遇见上帝的这个经历 是因为他跟神经过整晚的摔跤 他不愿意放手 今天我们常常想要经历上帝 你想要经历神 你想要经历神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经历神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经历神的话 我们的读经 我们的祈祷 我们的聚会 就不甘心一分钟热度不是吗 我应该真的是非常 好像雅客一样整晚的摔跤 我们真的怎么样 主啊我还一直祷告 祷告一直到复兴为止 而不是怎么样 一下 哇 没有结果 我们就放弃了 没有 我们是需要在那边怎么样 持续 刻意的追求 我们就强烈的这样子的游戏 渴望 不是我们是怎么样 站一下就好 不是我们怎么样 一直到复就好 不是你在那边 经过整晚 费力 在那边追求 到底是我们有些多想要上帝的祝福 当我们真的很想要上帝的祝福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紧紧抓住他 我是在那边放手 不能说有也好 没有也好 再经过跟神很晚的这样摔跤 雅各 他才真实的经历到神 也就是在这时候 神要为他祝福了 神要为他祝福 第一个就是要改他的名字 神要在给雅各祝福之前 问了他一个问题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你会觉得 特别喔 上帝难道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当然知道 可是为什么他要跟雅各问这个问题 你叫什么名字 雅各说我叫雅各 其实当雅各说出他这个名字的时候 其实演出他人入其名啊 他的人就怎么样 爪 就是夺 就是骗 你知道当雅各 骗到他长祝福的时候 他爸爸知道他被骗之后 以撒 以撒对他的哥哥以撒说怎么样 他说怎么样 哎呀你弟弟已经前来 用诡计把你的祝福夺去了 他哥哥非常难过 以撒非常难过 他就说 他名叫雅各不是很对吗 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 曾经他夺去我的长子 名分 现在他又夺去我的祝福 他的名字 仁如其 就是爪 就是夺 所以当他在跟他舅舅那边照顾羊群的时候 他用许多的轨迹 让这些怎么样好的羊 非得羊成为他的 怎么样瘦的不好的 成为什么羊 他舅舅的 所以最后 他们这些 舅舅的儿子们发现了 他们就说怎么样 雅各把我们父亲的所有 都躲去了 雅各这个人 仁如其名 靠着他的聪明 靠着他的手段 他抓 他躲 他抢他所想要的一切 所以他看来他一直怎么样 成功 他一直得到 打到他的目的 但是当 上帝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 他点出了 你的名字 是抓 是抢 但你的结果是怎么样 落到今天的这个环境当中 所以神给他改名 改名叫医生也 所以你不要太用自己的方法去抓 去抢去夺了 因为你的医生 非常的理设 你要在人跟神面前 都做一个得胜的人 当神帮他改名的时候 不是指他的称呼被改变而已 它是代表一个新的开始 他表示怎么样 你要有一个新的人生观了 你要有一个怎么样 新的改变了 你要有一个怎么样 新的个性了 你不要再跟以前一样靠自己了 你现在 要开始承认自己的软弱 当你承认自己的软弱 你的失败 当我们真的承认自己的不足的时候 我们才会来依靠上帝 当我们依靠上帝的时候 怎么样 反而 我会在人跟神面前 成为一个得胜的人 雅各这个救我 这个名字代表他的救我 一个依靠自己的人生 但是 到最后 却是一个失败的人生 但是 神 改变他 给他一个心灵 叫以色列 代表他怎么样 将来的日子 你要成为怎么样 依靠神的人 你要依靠上帝来生活 你要有一个得胜的人生 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 33章的话 改名后的雅各 真的 他的个性 他的人生 他又因应开始改变 最明显的例子 他跟神的关系 改变 他在32章 在这边 建议神之前 他 都说 我主亚伯拉罕 我父以下的上帝 可是当他到33节的时候 他开始说 你是以色列的上帝 你是我的上帝了 他 他 以色列 上帝 成为怎么样 雅各 他怎么样 个人的上帝人 不只是这样 雅各 他的生命改变 我们知道 雅各的后裔 我们就称他为 以色列人 或是他的这个国家 我说是以色列国 为什么 因为神要让这些以色列民族知道 他们每次提到我就是以色列人的时候 我就想到这个名字的由来的意义 所以你如果注意看我们旧约的话 确实 当以色列这个民族 这个国家 一直依靠他们自己的时候 依靠他们的政治 依靠他们的军事 依靠他们的摩瑞的时候 他们逐渐就会远离神 他们刚开始说好他ok 但是最后怎么样 最后怎么样 失败 会被外邦人所来欺负 但是每一次 但他们在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在依靠神的时候 神就让他们得胜 神就让他们得胜 所以当耶和华将以雅各 他们改名之后 他开始有一个新的人生 开始有一个新的个性 他开始有一个新的使命 他只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人 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 差不多想把自己改名 因为他希望我改完名之后 怎么样 命运会改变 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林修美 书是读书的书 培识培养书 蛮好听的 可是他要改名 他说 我又输又美 我不要 所以我要改名 但是他改名之后 真的他就 我也输不会美吗 不一定 人改名 你是希望你的命运会改变 但是神如果帮你改名的话 你的命运一定会改变 因为这是一个应允 这是一个应取 这是一定会成就的 这个不止雅各是这样子 当神发改名之后 他完全的人生改变 正经上每一个被上帝 改名的人都有新的人生 我们刚才提到 正经中有几个被神改名的人 第一个 就是亚伯拉 他被改名成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他的名字叫做怎么样 他意思是 受尊崇的父亲 受尊崇的父亲 但是他到87岁 就要带给孩子 你可以想像你是亚伯拉罕吗 当你在到处 就要从哈兰 待到加拿 加拿地 当你在各处 在这边牧养的时候 当你在到新的地方的时候 你在问你说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亚伯拉罕 受尊崇的父亲 你们有几个小孩 我几个小孩 我几个小孩 亚伯拉罕 他每次当他其他自己的名字的时候 这是他一个伤口 他到年纪这么大了 他还没有小孩 但是当他对谁的顺服 跟他对谁的信心 神叫他改名成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的名字就是 万国或是众国之父 这件事情神是在四千年前 将亚伯拉罕改名之人 你知道吗 到目前为止 这个应允 依然成就 如果你去了解的话 世界上看一半个人 真的是称亚伯拉罕 成为他们的祖先 真的是很神奇 全世界的 全人类碍 所以亚伯拉罕这个人 他被神改名叫 众国之父 四千年之后 这个应允依然不改变 有太人称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 阿拉伯伦 也称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 另外相信他们是从 以斯玛利来的 也同时 怎么样回教徒 也是尊称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 甚至我们基督徒 我们扬派 我们叫什么 信心之父 是我们的 信心的始祖 真的 四千年之后 当神怕改名之后 这个应允依然存在 同样的 当耶稣帮西门改名的时候 西门的意思 其实就是两天的意思 但是呢 如果我们真的了解 西门彼得这个人的话 他不太听了 他每次非常冲动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非常急促的一个人 他没有在仔细慢慢听的一个人 但是 但是耶稣把他改名成彼得 西门彼得 西门彼得 意思就是磐石的意思 因为神说我们要成为 教会的磐石 真的 彼得 之后 在教会成为一个非常温重的一个领袖 成为一个教会的一个磐石 我们人都想改名 因为我们是希望 我们改完名之后 我们或许人生会有一些改变 但是神当神帮你改名的时候 这是一个意义 这是一个不会改变的事实 这是确定的 这是会成就的 当神赐给你一个新的名字的时候 你的命运就会改变 你会有新的个性 你会有新的人生 你会有新的命运 但你不会这样过 没错啦 这些圣经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人 很伟大的人 亚伦罢 亚哥 亚哥 彼得 这些重要的人 属于神 才会给他们改名 才会给他们一个新的名字 但是 错了 每一个在基督耶稣里的人 都有一个新的名字 我们都有一个新的名字 当我们信完主之后 我们都有一个新的名字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段的经节 我们第一段是从《启示录》 圣经的第一本书 今天是 第一段是从《创世记》 圣经的第一本书 在《启示录》 圣经的最后一本书的时候 在《启示录》二章十七节 他都有提到说 这是老约翰写的 也讲的教会 他说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何的 旧大律 得胜不必加纳以藏的马辣 赐给他 并似他一块白石 时尚起的心颖 除了那里受人以外 没有人能认识 时间不多 我来解释 抱歉今天可能比较长一点 都许我 在这边讲到就是说 这是给重的教会 这不是写给 启示录到七星教会 这是写给佛神教人 这是写给每一个教人 这是写给每一个人 凡是有多多的 我有多 你有多 我们都要听的 他说得胜的 会有得马达赐给他 并且撕开的白石 这白石是什么意思 因为在迪迦国这个地方 他们正常黑石 很少有白石 所以当他们 这地方的时候 有一个特别的风俗 当法会在派遇的人 罪的时候 他是这样有名字 写在这个石头上面 然后把这个石头丢给你 如果你的石头 这个石头是黑色的话 表示判决有罪 表示但是你的名字 都写在白石头上面的话 表示你怎么样 无罪 受理 同时不只是这样 在当初 如果你要参加一个庆典 很重要庆典的时候 他们要被这个庆典 当然 他们那时候没有Hallmark 没有一个好像邀请卡 他们是将这个庆典 是用这样一个白色的石头 然后在上面写你的名字 然后你看到这个白石头 上面的你的名字 你可以参加这个庆典 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时候得胜了 你会有一个 你的罪得赦免 你会有白石 因为耶稣基督 不是因为我们自己 真的无罪 而是因为耶稣基督 将我们的罪过拿走 我们怎样称义 看作无罪 同时 你被邀请到 参加天国的宴席 上面有你的名字 是天国宴席来邀请你 但是它上面的名字 却是一个新的名字 上面的名字 却是一个新的名字 而且除了那里受人以外 没有人能认识 也就是说 你的名字只有你自己知道 所以等一下不要来问我说 你的新名字叫什么名字 只有你能够知道 没有人能够知道 只有你能够知道 我们要怎样知道 我们要怎样知道 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人 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人 一样 当上帝问雅各 你叫神明的时候 救你 你叫神明的时候 他说出他的救命 代表他的救 但是神要给人一个新名 代表一个新的开始 一个新的使命 一个新的身份 今天我没有办法跟你讲 教会牧师 教会 没有办法跟你讲 你的心灵是什么 我可以帮助你 去发掘你的心灵 但是我没有办法替你知道 你必须自己亲自尽一神来知道 很多时候我们教会 常常会有这样的现象 我们宣教部需要人 所以 你来做宣教部 我们关牌缺人 所以你来做关牌 没有 我们就是神 每个人都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每个人都有一个新的名字 虽然我们的心灵可能 不是万国之父 或者是彼得盘旨 但是我们的心灵可能是温柔 我们的救灵可能是 坏迷迹 我们的心灵可能是谦卑 我们的救灵可能是骄傲 我们的心灵可能是怜悲 可能是鼓励 我们的心灵可能是劝你 我们的心灵可能是教导 我们的心灵可能是自理 服务 大胆为主做见证 我们的心灵 有可能是爱好功力 你知道你的心灵吗 你知道你的心灵吗 你说我如果知道我的心灵 你要做一个得胜的人 你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不是只做一个人来救的基督徒 他说能胜的 你会离到这个心灵 像雅各一样 他成为一个得胜的人 是因为他降伏在神的面前 像雅各一样 他在那边真实的经历到神 就像雅各一样 他紧紧的抓住神 他不愿意放手 他很强烈的追究 他很在意刚才到神 神让他看到这个兵许 他不希望再过去 过他过去的生活 他非常像我 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人 来专心 亚靠 依靠 依恶 依恶 兄弟姐妹 其实 在某一方面 我都蛮像雅各的 虽然我不像他 这么诡诈 好像又偷又抓又抢 但是其实在某一方面 我们也是护肖牌部 不是吗 我们也是都是 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 想要来做一些 想要得到的东西 但是今天想要令我们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你有渴望神 使给你的新的名字吗 上帝有为我们预备 许多的应语 有许多 在这样子的 应许在我当中 你真的愿意放下你的救火 接受神的改变 然后来承受神的祝福吗 这是一个神的邀请 这是一个神的邀请 祂希望你 愿意来接受这个邀请 祂希望你不要满意 目前的现状 你觉得我现在自我 这样的情况都很好 祂希望 祂希望 你去 不要是这种机会 来接受 祂要给你一个新的人生 来新的一个使命 来新的一个方向 你叫什么名字 这对我们来讲 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思考一个答案 题目 我们一起来祷告 神啊 我谢谢你 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面 我们都是一个新造的人 这是一个这么大的命运 旧事已过 一切都成为新的人 主啊 他的战母们 愿意这次来抓住这个命运 不再对我们的老我 救我 我们来感到满足 让我们愿意 再在你面前 在你面前 来依靠你 让我们再一次 被你来翻转 经历到你 让我们从此 能够经历到一个新的人生 主啊 求求你真的破碎 破碎我们的救援 不要让我们真的等到我们 人生的尽头的时候 我可能才来进行抓住你 让我们在我们可以追求你 让我们可以求刚刚的时候 主啊我们就把握机会 赶快来 领受你对我们这些祝福 领受我们这些领寻 让我们 让我们不要白白的失去机会 主啊谢谢你 我们不只是要成为一个得救的基督 我们要得救是要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 在神 在人面前 都得胜 有一个不赞扬的人生 谢谢你 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公主 我们已经给了一份历导 阿里 不是 我们这一点他们的 人生的 子帮助 优优独播剧场—— 我们真能